想要实现梦想 其实不分年纪 人生其实才开始 敢不敢追梦 端看你个人心境 就在了结每个阶段的责任跟义务之后 英法族的开创人生 其实也不设限 在过去纪录片电影当中 您可能看过《不老骑士》了 而真实生活里面 我们要带您探访 活力满满 认真度 绝对超越年轻人的《不老棒球队》 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不老棒球队》 棒球联盟 随便一支球队的阿公 阿嬷们 他们岁数零零多多加起来 就超过了三万岁 而说起联盟的缘起 还要回溯到2010年 当时有一位虚智症的罗爷爷 他什么都忘记了 但就是没有忘记年龄时 那份想打棒球的热血冲进 这份梦 因缘际会之下 他真的如愿以偿 投出了《不老棒球队》的第一球 热血梦想如今在全台湾遍地开花 而现在《不老棒球联盟》 一共有16支的球队 336位棒球员 还有176位的志工球员 平均年龄告诉大家 68岁 而放眼望去 退休之后抛开束缚 拿起球棒跟棒球手套的 长辈们不仅非常珍惜 每一次可以上场的机会 心境开阔 乐活运动 固定训练加上自主练习 也逐渐让不老棒球队的长者们 找回他们的健康 好厉害喔 好厉害喔 布允君 組成他的作品 钰钰钰钰钰扣 難忘 但甚至吗 马盛 他 Tack 趁空擋 動動肩膀伸展 看不出來他今年已經高齡 八十二歲 依舊在球場上投球 我看你還很靈活 坐坐 兩塊 你等一下會上場嗎 會 等一下 最後才上場 不只李爺爺 場上每一位 儘管人生已經過了大半 能努力擊出安打 要拼逆轉勝 他們是不老棒球隊 八十一歲的羅爺爺患有失智症 他說就算忘了如何生活 不知道自己是誰 就是沒忘記年輕時編織的棒球夢 他抬起手臂用盡全力 丟出一球 不老棒球隊就此誕生 我們當初沒有想到他們的投入程度 會這麼的深 我們一直把它想像成就是一個定期性的運動 他們只要願意走出家門 然後一起進入球場來運動 然後身體健康就好了 但是我們沒有想到他們 越來越可以自發性 比如說他們甚至可以去影響周遭的長輩 或者是他們像他們現在還可以舉辦運動活動 邀請別的球隊一起來參與 有人一輩子沒碰過棒球 從零開始一次次基本功練習 從揮棒落空慢慢打出了興趣 成立十一年的不老棒球隊 現在全臺遍地開花 升級不老棒球聯盟 十六支球隊加入 共有三百六十三位不老棒球員 一百七十六位志工球員 平均年齡六十八歲 特別的是女球員比重達三成多 原來不老棒球有女性條款 每一隊至少有兩位女性出賽 讓阿嬤們也有機會站上球場揮棒 這天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先盥洗 而是先保養心愛的寶貝球聚們 一有時間 吳奶奶會幫手套做做SPA 手套內外用飽格油擦過一遍 好維持皮革彈性 不會點叩叩 不管手套 球棒 通通射名名 定期細心保養 對棒球投入的心力 與旅貨班最佳球員 收納櫃禮 滿滿獎牌獎盃 是最佳證明 跟多數球員一樣 幾天沒拿球棒手套 就會感到渾身不自在 第一 我來這邊很溫馨 第二 還是要有興趣 我覺得這個很好 手腳併用 要丟 要跑 運動量都夠 這樣子 每一個人都阿嬤阿嬤過來 阿嬤過去 阿嬤很溫馨這樣子 比在家裡更溫馨 多了很多朋友 或者是多了很多的環貝 交到一群享受棒球之樂的好友外 長者們長出了肌肉 也找回了健康 宜蘭百英隊的林毅斌 常年忙於休車業 工作忙 壓力又大 高血壓 高血脂 高血糖 全都上升 整個人面狂肌瘦 甚至因為糖尿病 視網膜剝離 退休後 加入百英隊跟著練球 再配合自主運動鍛煉 身體狀況一天好過一天 參加球隊才一年 林毅斌就趕走了三高 還有精神力氣 參加健行登山 看到現在的狀態 看起來個性點點的他 話越說越有力 口罩底下 難掩得意的笑容 更特別的是一般場新活動 阿公們通常不像阿嬤 會願意自動走出來 但不老棒球隊是少數能集結 超過六成男性長輩參加的活動 甚至不畏風雨 每週練習 連住院開刀都要努力復健 回球場報到 但不老棒球聯盟的建立 遠比想像困難 三面環山 遠處還雲霧遼繞 球場永超空陵美景 遇上下雨更成了生態池 優雅的白露茲 像是踩高橋 在草中觅食 這裡是蘇澳麒麟隊專屬的 白米球場 以前是片荒菸蔓草 球員們整地除草 拆掉破舊的欄杆和網子 蓋出自己的球場 黑手是他 林國俊 到處去申請 去拜託 靠著廢棄物 二手物 邊練習 邊整地 球場重獲新生 拍拍間打打氣 追求夢想不分年齡 大齡的他們 面對生活步伐 與生活機能的改變 依舊站在擂包上 自已揮灑人生 下半場 自已揮灑人生